第四章 女派 你景色的单层互动 还有一种特别的自拍方式 可以相对完整的拍摄到全身 那就是借助道具 比如自拍杆 镜子 自拍杆的操作比较简单 那么这里我们就不多讲了 那么借助镜子拍摄时呢 手机摆放的部位呢 是多样的 如果只想秀自己的 好身材或者潮流搭配的服饰 可以手持手机和脸平行 如果想展示自己的精致装容 把手机拿开放在脸的一侧 这样显得俏皮可爱 或视为一种好的方法 同样在自拍时呢 无论任何部位都可以适当地加入一些环境的因素 那么在健身房的杠铃前 拍摄发达他的肌肉 在高楼的天台来张 张开商壁的照片 自身与环境进行 良性友好的互动 有利于拍摄出和谐自然的作品 在摆拍时 一定要有镜头感 什么样的镜头感 镜头感就是在 面对相机和镜头时的一种自然的状态 面对镜头时呢 刻意的姿态反而不能拍出比较影响的效果 摄影是一个生活中的概念 所以拍摄是尽量放松身体 松弛的面部表情 以保持最平静最自然的一种状态 在创作时呢 如果实在感到焦虑紧张 可以选用一些场景道具 来帮助完成拍摄 比如手撑着栏杆 举着一台复古相机 或是对着某个物品 做着某种暗示的动作 摆拍时 眼睛不一定要盯着镜头 但眼神一定要生动有活力 不能死板单日 那么眼睛是一张 人像比拍作品中 最重要的重中之重 若是处理不好 眼睛与镜头的关系 照片就失败了一半 在这样的条件下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知识 来弥补这些缺陷 侧身看远方 显得文艺有浪漫 转过头去 撩头发 没有多情 在泳池中 凝望着深邃的水面 宁静又美好 身体是由多个部位 组成的一个游记整体 摆拍时 要协调好各个部位之间的关系 用最自然的方式表现 人类身体独特的美感 在人类美学的基础上 人们对美的定义是不同的 有人喜欢范尔 有喜欢古风 有人喜欢哈 嘻哈 在镜头前 表现最自然的应该是你自己 这样会在不知不觉中 彰显你的个性和爱好 照片里的你就是酷酷 最后讲到泰国的建筑的拍摄 这里讲到的建筑拍摄方法 以上一节不太一样 我们本章节讲的是建筑的拍摄方法 下面两幅图是泰国的测色房屋 像这种小型房屋淋漓时 要怎么样拍出有格调 又有感觉的照片呢 首先要选择合适的场景 判断是进行多建筑拍摄 还是用普通手法进行拍摄 其次 多建筑拍摄时 角度是重中之重 想要表现出自己的 所要在地区的一片房屋 而又自己在这片地区进行拍摄 就需要选好角度 这个角度可以在拍摄时 纳入多个房屋的部分整体 尽量表现出多建筑的环境 在泰国我们建了五光十四的美食 乐带风格的街道与建筑 充满个性洋溢活力的自拍与街拍 旅行本该如此 接触越来越多平凡而越独特的事物 和经历从未有过的难忘体验 这是一场生命中偶然的戏后 不做太多其他的要求 用手机留下这些 惊鸿一辟的美景 留下这些存在于世界 一日的美食 我们能做到的 也只能把它们 存在过去的痕迹 带回自己最安稳的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